男人拿着榔头狠狠地砸向车窗 车里的司机却一脸淡定 按着车窗可是没得因拆拿 随便你砸 反正是砸不烂的 然而司机并不知道 把一个路怒正惹到发颠 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早些时候 司机阿帅开着车行驶在高速上 起初道路没有车辆畅通无阻 但开着开着 前面就缓缓开着辆小破车 他打着双闪示意对方加速 见不理自己 他又试着往右边开 哪知对方也跟着挡在了前面 似乎就是有一丸他一样 阿帅急了 一脚油门就对在对方车旁边 就算人家是个飙行大汉 他都满嘴嘴炮直接开喷 抄了对方的车 还不忘摇下车窗给个大大的拇指 好一个出生牛犊不怕 等会就不知你怎么死 哪知阿帅开着开着 后轮就开始咕噜咕噜 他缓缓停下车走去一看 糟糕 爆胎了 随即阿帅打开后车厢 从里头掏出千斤顶 想着自己自足准备动工 然而动嘴是王者 动手却连黑铁都不如 他只好拨打电话 让人赶紧过来修下车 你说好好说话就算了 他还一句话带个脏 避避叨叨的不停念 接着见自己出这荒郊野岭的 阿帅又抡起袖子 决定亲自换台 可倒过大半天 新车胎势上去了 拧螺丝却拧了半个钟 哪知这时 刚刚的小破车缓缓驶来 阿帅这一看 怕得赶紧就躲上了车 却不曾想 大汉把车往前开后 却静止地往后退 一屁股就对在了阿帅车头 这下可就惨了 惹了路怒症是什么下场 只见大汉一巴掌拍到车窗 一只飞虫尸体就给印在了上面 司机阿帅小心翼翼 打开雨刷就想清理干净 哪知对方用力一把 就把雨刷给扯了下来 此时见远处驶来一辆卡车 阿帅慌的连忙按喇叭求助 可大汉一脸假笑站在外头 比着手势就让对方走了过去 看来想找人帮忙是没用的 而阿帅的这个做法 也让大汉怒气值上升了不少 只见对方走到车后拿走榔头 使出吃奶的劲就往玻璃不投达 阿帅赶忙报警求助 却因为信号不好 电话迟迟未能拨通 哪知阿帅脑子一抽 明明处于下风 还要开始嘴抛骂对方滚远点 这下倒好 大汉听得直接发飙 站到他车前盖上 就脱下裤子来了一炮奥利给 这还没完 反手又给阿帅来了一壶陈年老黄酒 真是干净又未生啊兄弟们 而此时的阿帅 也终于是忍不了了 看着大汉准备上车走人 他的内心不禁燃起了复仇的烈焰 只见他一脚油门踩下去 就想把大汉推到前面的湖泊里 大汉急得破口大骂 但阿帅压根就不带停的 最后他全力加速 下一秒 阿帅见大汉在车里头没有了声响 便赶紧拧好后轮准备逃走 然而大汉这头 已经颤颤巍巍站了出来 阿帅听到动静 火速收拾好就坐上了车 对方扒在车边 一口一个脏字的就不停怒喷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 可阿帅一听到大汉说记下自己的车牌 之后一定会找他家人麻烦时 阿帅也不能忍了 一个180度掉头就往回冲去 见大汉躲过一劫 他再次掉头 想着再来一次撞飞对方 但下一秒 糟了 小交车往大汉撞去 哪只车轮移掉 趁阿帅昏迷在车内 大汉立马打开他的后车厢 扔出所有工具 决定从车尾钻到车里 而此时阿帅苏醒过来 他想着打开车门 却被岩石卡住 怎么推都无法打开 见后座椅开始有了动静 他伸出手捡起底下的灭火器 等大汉整个人都冒出来 阿帅上去就是帮帮击传 对方也不甘示弱 反手就一个撬棍过去 清脆吗 清脆就是好脑壳 两人一番扭打 你一捶我一棍的 还不忘打开收音机来个背景音乐 随后阿帅打开灭火器 猛的就对着大汉一番喷雾 但车子太密闭 梅一会整个车里都被白烟缠绕 可大汉越打越精神 他卯足全力 啪啪几拳就打得阿帅头晕眼花 接着他推开车门 拿起安全带就往阿帅脖子上扰 而车门随之折断 阿帅瞬间就站不住脚 整个人就给悬空掉在了半空 他难以呼吸 神志也逐渐模糊 只见大汉爬出车外 将衣服塞进油箱里准备打火 但阿帅却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梅一会就继续挣扎 成功站在车门缓过一口气 他一把拽住大汉往回拉 对方给吓得想吹灭火 却怎么着都不顶用 在两人的一番拉着下 阿帅叫得修车员来了 哪知下一命 最后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调查 看着车里被烧焦的两人 通过他们生前抱在一起的姿势 警方判定 两人为殉情自杀 所以你好好开个车 骂人家干嘛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出自荒蛮故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